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1980年代,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翻路机下的音乐盗版,录音带的秘密,二大学强暴的辩论战,言论自由的火花 内摩,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翻路机下的音乐盗版,录音带的秘密 各位音乐爱好者,怀旧者,以及那些偶尔会在地下室里翻到一盒神秘录音带的年轻探险家们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那个在数位穿刘海未成为王者之前,让无数音乐制作人夜不能魅的话题 翻路机下的音乐盗版,也就是录音带的那些小秘密 在我们进入主题之前,先让我们回到那个遥远的年代 想象一下,你穿着迪斯可风格的亮片夹克,手里拿住一盒最新的录音带,准备在派对上放出让人疯狂的节拍 那时候,音乐的流通方式可不像今天这么简单 没有WiFi,没有4G,更别提5G,你要的只是一台录音机和一堆空白录音带 录音带的盗版,可以说是一门艺术 首先,你需要一台双卡录音机 这种机器有两个插槽,一个放圆板带子,一个放空白带 然后,就像进行一场秘密仪式一样 你按下播放和录音两个按钮 音乐就从一盒带子流到另一盒带子里 这个过程中,音质可能会像被吸血鬼吸了一口一样 慢慢流失,但谁在乎呢?毕竟,这是免费的音乐 盗版录音带的流行,不仅让唱片公司的老板们夜夜们回时都在哀嚎 还催生了一句著名的口号 Home Tapping is Killing Music,家庭录音杀死音乐 但实际上,它也无意中促进了音乐的分享和文化的传播 当然,这种分享是有点问题的 因为它侵犯了版权 但它也让那些无法负担昂贵唱片的人 有机会接触到他们喜爱的音乐 录音带到版的另一个有趣现象是混带 Mixtape,文化的兴起 这不仅仅是将一首歌录到带子上那么简单 而是一重创造性的表达 人们会精心挑选歌曲 按照特定的顺序录制 创造出一种个人化的听觉体验 这些混带常常作为朋友之间的礼物 或者更甜蜜的是作为恋人间的情书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 录音带着剑被CD取代 再后来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数位串流服务 但即使在这个一切皆可串流的时代 那些尘封的录音带 依然拥有他们独特的魅力和秘密 他们见证了一个时代的音乐分享方式 以及人们对音乐的热爱和创造力 所以,下次当你在整理老物件时 偶然发现一盒录音带 不妨放进那台老旧的录音机里 让那些从磁带缝隙中溢出的音符 带你回到那个简单却又充满创意的时代 只是别忘了,现在我们有更合法 更高音质的方式来享受音乐了哦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大学强暴的辩论战 言论自由的火花 啊,大学强暴 那是学府中言论自由的战场 也是智慧火花碰撞的舞台 在这里,你可以见识到葛仲七思妙想 从深奥的哲学 思辨到日常生活的吐槽 无所不包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个 充满激情与智慧的世界 首先,我们得认识一下这些强暴上的主角们 有的像是现代版的苏格拉底 总是提出那些让人摸不住头脑的问题 有的则像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 用彩笔在墙上挥洒自己的情感和见解 当然,也少不了那些拥有锐利笔触的讽刺大师 他们的文字就像是一把八小刀 既犀利又幽默 辩论战往往是这样开始的 某位勇敢的灵魂在强暴上 发表了一篇激进的文章 或许是关于校园政策的批评 或许是对某个热门话题的独到见解 文章一出 立刻引来了一波波的回应 有支持的 有反对的 甚至有的回应比原文还要精彩 这些辩论有时候会变得非常激烈 但通常都保持在一个相对文明的范围内 毕竟 这里是学术的殿堂 即使是辩论 也要有理有据 不能光靠好 不过 偶尔也会有一些野蛮的对话出现 比如某位不满的学生 直接用大红叉叉 把别人的文章画掉 或者用一句 你这是什么烂观点 来开场 这些强暴上的辩论战 不仅仅是言论的交流 它们也反映了大学生的思想活力和创造力 有时候 一场辩论 甚至能够引起校园乃至社会的广泛关注 成为推动变革的力量 当然 更多时候 他们只是校园生活中的一抹亮色 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 磨练思辨能力的平台 总之 大学强暴上的辩论战是一个迷人的现象 它既是言论自由的实践 也是智慧的火花四舍之地 下次当你路过那些被文字涂鸦覆盖的墙面时 不妨停下脚步 嬉戏品味一番 谁知道呢 也许你会在那里找到一些启发 或者至少能够获得一些乐趣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两个充满回忆和智慧的话题 录音带和大学强暴 录音带带我们回到了翻路机下的音乐盗版时代 让我们想起了那些曾经让我们翘首以待的新专辑和混代 而大学强暴则将我们带回了当年大学时代的辩论战场 让我们感受到了言论自由的火花和智慧的碰撞 录音带的盗版虽然侵犯了版权 但它也让那些无法负担昂贵唱片的人 有机会接触到他们喜爱的音乐 而混代文化则是一种创造性的表达 使人们能够创造出个人化的听觉体验 这些都是那个时代特有的魅力 而大学强暴上的辩论战则反映了大学生的思想活力和创造力 也成为了学术的殿堂和变革的推动者 他们不仅是言论的交流 更是一个展示自己磨练思辨能力的平台 所以下次当你整理老物件时 不妨找找看有没有一盒录音带 或者路过大学墙上的涂鸦时 停下脚步细细品味一番 你会发现这些看似简单的物件和文字 背后蕴含着无限的回忆和智慧 那么你对这两个话题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有什么样的回忆和故事想要分享吗 请在留言区与我们分享吧 期待与你们的互动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